九天 又要出发 现在七点半还没到 我终于把我的脑脚戒了 准备出发 红楼乡 其实风景还不错 看一下 寺庙很大 房子规划的也还可以 就是水资源 不是那么充沛 早上抓要醒点都没自来水 就是要接水的那种 今天从红楼乡出发 到河梨乡休息 今天路况很好 而且难度也不是很大 只要是风景也还不错 今天这个天气太贵了 我穿一件冲锋衣加树干 背部晒得出汗 但是前面 跟手啊脚啊都很冷 现在要加衣服 怎么加一件抓绒 鞋子翻成那种防风的 哪些哪 这些都是天气太快 就是灵状 出汗吧 i know 永不凋零 蓝莲花 传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热热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热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原 盛开着永不倒零 蓝莲花 这风景看得出 终于到了 左波大手之家 这场景太明了 等一下我跟你们坐 快走 遗兰 这样 远